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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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从前政坛里面维安哥很熟 我也有一点点熟 有一个人叫白贼义 被叫了好多年 真倒霉 现在台湾政坛 有很多白贼叉 这个叉叉 你可以填上任何字 有谁 待会儿 我们慢慢慢慢的来告诉你 从到底吃美国猪会不会伤害身体 到拿了美国猪 拿了瘦肉精猪 我们换到了什么 到马英九 到底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就吃了一大堆 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脚 白贼很多 整个台湾政坛都是白贼 我们的官员 现在不但是美猪的最佳销售员 你要帮美猪讲话 说服我们吃 算了 但你怎么可以帮着美国 帮着有瘦肉精的美国猪肉 来欺骗台湾人呢 可以说插话 但不能说谎话 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好好来讨论一下 谢谢好来宾第一位 黄海 黄安哥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名字跟我插一个字 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王佑铭议员 大家好 我是王佑铭 谢谢 另外是俊哲议员 郑正好 大家晚安 李彦秀 彦秀姐对不起 还有郑春琪老师 大家好 赖月谦 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为什么 因为你乍看之下 这张照片 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陈时中 钢铁部长 柔性防疫不鞠躬 新时代 新英雄 Hero 旁边写了一些介绍的文字 好像没有问题 乍看都没有问题 完美的一幅构图 但当你仔细看 来 看看这里的字 要我吃美猪没问题 但我有三高 何时答应要开放美猪 我忘了 牛都已经长大了 所以吃没有问题 莱克多巴胺相对是好的 瘦肉精美猪 你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这些文字本来不在这张照片上面的 是网友KUSO上去的 但KUSO的毫无违和感 其实他是在酸 陈时中部长 针对美猪曾经说过的 你听不太懂的插话 好 现在卫福部在做的事情 就跟这一张被KUSO的照片一样 乍听之下好像没有问题 乍看之下好像有那么一回事 但当你仔细看 仔细听 仔细想 问题一大堆 现在卫福部 他要求他部内所属的医院 什么叫卫福部部内所属的医院 就是全台湾都有的意思 这些部署医院 要发布食用美猪牛 瘦肉精 还有莱克多巴胺等新闻稿 或相关的讯息 目的是 为了这个政策背书 还得要求每天回报发布的状况 什么意思呢 在这些医院 有些下调了 有些医院的网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 要吃一天吃十斤 健康才会出问题 好好吃天天吃 我们全家都吃瘦肉精美国猪 吃了都没事 好棒棒 乍看之下好像没有问题 但你仔细想一下 你仔细听一下 你仔细看一下 就跟这张照片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猫腻 甚至传递给你非常非常多 不太正确的讯息 所以为什么今天拿这张照片 给大家看 不是要你不舒服 或是要你看了以后很开心 我只是要告诉你 卫福部 你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拿我们的健康在开玩笑 几年前有一个大姐 她在路边被人家访问 我记得在以前我老冬家附近 台北车站 她突然讲到一句话 网络上大家盛传 哈密瓜有一种哈味 有的人喜欢 有的人不喜欢 诚实中有一种日本风 有的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这个杂志基本上是 怎么讲 时尚杂志 他不是医疗卫生 他不是防疫专业 他也不是什么经贸杂志 国防外交 他是个时尚杂志 你说这个照片好不好看 我先跟大家讲 假的也不要冒 我倒觉得是蛮有 不错的味道还不错 帅气帅气那个风衣 但是我们卫福部长 拍这些照片做什么 照片好看跟拍这照片 跟他的职位无关 他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同时存在 同样道理今天蔡英文总统 也可以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会 我举例的好 我会举重 我还是世界等级的 那你也很厉害 我们以前 有个友邦诺鲁 他的总统是奥运的 全级的同牌 世界第三名的 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 他是奥运的全级高手 所以我们跟他见面 是因为他是总统 所以我们用总统 对总统的等级 同样道理 今天这个照片 我觉得 我开始都跟大家讲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骂 看到有的时候 有人觉得说 搞什么 有人很喜欢 有人舒服 所以哈密瓜有一种哈味 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陈时中部长的照片 是帅还是不帅 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但我要跟大家讲 这照片又真挑出来 我觉得还蛮符合 我们今天的主题的 照片可能不错 也许有人喜欢 但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美猪可能不危险 美猪可能危险 但这不是你该去说服民众 美猪可以吃到饱吃到死 吃一辈子不会有事 简单讲一句话我昨天有讲 因为我们昨天 深火龙也有很多网友 看到我讲的那一段 我再把它讲更清楚一点 不带情绪 观众朋友想想看 我讲有没有道理 是部长不是售货员 不是销售 对你是部长 你不是售货员 你今天不是叫大家去吃 如果你今天是这个肉伤的业务代表 第一个你要跟大家讲 这个品质好 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要卖这个车 我说这个车好 我要卖这个肉 我说这个肉好 我要告诉他他非常好 吃了以后身体强壮了 人也变聰明了 更有自信心的 那是肉伤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今天卫福部长 我倒也没有特别批评说 拍这个杂志 但这毕竟不是部长的责任 有一些人会讲说 民意代表什么的 民意代表跟我们的 格务员又不太一样 格务员不是民选的 讲白一点 格务员不该也不需要讨好选民 有时候民意代表 譬如说县市首长或者是立法委员 他可能要与民同欢 选票压力 对 可能要唱歌 但我的好朋友高超越就很爱唱歌 大家也觉得也不错 截后余生 但今天你看各部卫生长 如果经济部长他对财经不懂 每天跑去煮菜 如果今天这个卫福部长 对这个医疗不懂 每天跑去唱歌 那就不对了 因为你是专业才这个位置上面 今天我们台湾现在正好需要 因为第一个是防疫 第二个就是现在美猪这个肉品 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 来到台湾这些事情 别的不要讲 过去半年 我都觉得陈仲部长很专业 政治上抛开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从他跟大家讲 莱克多巴胺并不是瘦肉精的 那句话开始 我的脑中就已经开始存疑了 这样叫专业 过去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 但此刻我们告诉他 他已经不在世 所以你就不用怕他了 瘦肉精你可能会担心 但是莱克多巴胺你不用担心 这样专业 今天所有的医疗院所 被卫福部通知 应该跟民众说明 这些美猪吃了 就含莱克多巴胺 到现在为止还有民众搞不清楚 我们台湾本来就有美猪 现在就有 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的影片 那就是美猪 可是他不含莱克多巴胺 明年1月1号开始的 你就可能吃到含的 然后部长跟院长告诉你 因为美国只有22%的猪肉 使用这个饲料添加物 所以其实你在吃美猪的时候 想吃到还不一定吃得到 不吃都没事 你吃的时候你吃5碗 可能只有一碗有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有的都能来台湾 160个国家说不要 所以他只能把那2% 送到可以去28个国家 所以比例不会是5比1的 相信我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肉过去这段期间以来 我也坦白讲 我把时间只有拉长 因为毕竟美牛是在国民党 是在马英九前总的任内 2012年的7月25号 在立法院通过让他进来的 但是他的标准是10ppb 肌肉的残余含量 有人讲说如果莱克多巴胺 真的这么毒的话 马英九是不是也在毒害台湾人 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那我也必须要讲 同样是莱克多巴胺 对我来说 因为我刚刚讲 每个人可以选择要吃或不吃 我现在看到好多的民进党的 立委都跟大家不断的抢这个东西 其实很安全 其实我是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疑虑的 对蓝对绿 对现在对5年前对10年前都是一样 有疑虑的东西你可以选择去吃 但是我们民众要有一个 最终决的决定权就在于 我要很清楚确定 我有没有吃到却不知道 你标示清楚是政府的责任 另外就是你不可能 让民众担忧到 我吃冠冠的时有吗 我吃大肠的时候有吗 包子里面也有肉 水澡里面也有肉 一大堆东西里面 香肠都是已经 重新搅过肉以后 再把它灌起来的 民众要有权利 知道说我可能没有吃到这样的东西 清楚去决定就好了 像我美牛2012年到现在 已经进来8年了 我不吃 接下来美猪我也不会吃 可是因为台湾人吃猪跟吃牛的比例 是8.4比1差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所讲的 这些夜市小吃 你是吃漂亮的墙 你吃泵丸汤 这个我都会吃 吃肉丸 吃包子 吃水饺 我有可能吃到猪肉 而这猪肉有可能是美猪 另外的美国 韩萊克官的牛肉 不在这些东西里面 所以台湾人更可能在 明年1月1号以后 吃到含瘦肉精的肉品 过去这8年就有可能吃到 但是大餐厅 还有这些便利商店 跟这些超商 他会标示给你 所以几率比较低的 未来也不是说一定会吃到 而是说几率提高了 这种时候 我们的部长我们的院长 是要帮民众把关 今天我们是把肉品开放进台湾 他没有保证你那些肉品 要上我们的桌 进我们的嘴 进到我们的肚子里面 卫福部长是做这个事的吗 所以当你不断的去要求 相关的部会跟大家讲这事情 不用担心 这个不用担心的这个基础 跟你过去叫大家要担心的 是完全矛盾的 我觉得2012年我就担心 2012年我还是担心 但是以前我很清楚 我不怕我会吃到 未来明年开始我有点怕 会不会不小心吃到不知道 所以这种时候 卫福部应该更清楚的 去做这个事情 农会主委应该更清楚的 去保障台湾猪农 以及这些相关的肉品 在流动时候的安全性 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每天吃33片的排骨 吃10年都不会超标 这些东西很安全 吃一辈子都不会有事 我的结论还是一样那句话 是部长不是售货员 是官员不是售货员 他现在不但变成了售货员 甚至还变成了说客 售货员他某种程度 讲的可能还是专业上面的良心话 可是说客他没有良心 他就是要你吃 用骗的用哄的威胁利用 他就是要你吃 想尽办法要你吃 各位今天应该有看到新闻 就是我们中天做的新闻 我想也只有中天会做这个新闻 美国有个孕妇 她生了一个自闭儿 就怀疑跟吃了瘦肉器有关 人家还在诉讼当中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对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 但因为只有一个所以就没关系 那一个孕妇的命不是命 那一个孕妇生了小孩 得自闭症他衰啦 其他人没事就好了 这是卫福部的态度吗 这是卫福部的态度吗 来我刚刚说了 很多医院转po了很多文章 在告诉民众 安啦尽量吃啦 吃再多都没事啦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讯息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不会是那一个孕妇 你会不会是那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你永远不知道 所以你要跟卫福部赌一把就对了 好天天吃 反正一万个里面只有一个 也许不是我 跟他拼了 你要吗 我是不要啦 来我们来看相关的贴文 不多啦 因为很多他们医院 也自知可能有点尴尬 自己删掉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是台北医院 这台北医院是转贴了一个 这个派驻在华府的一个 可能以前是大使吧 还是顾问 还是顾问 这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 告诉你说很棒 台湾也许有难处 但这个时候就是要开放 我们才能如何如何又如何 问题是在这最后一段 来我们来看这位官员 他这个讲什么 他说 住美三年期间吃美猪OK吗 真的 我们全家都吃得不亦乐乎 常买到味道比较重的猪肉 我们的下厨手艺 也稍有精进就是了 没有遇到瘦肉精 所造成的手颤头 睡不着 身形苗条的副作用 吃饱好睡就如以往 乍看之下 乍听之下 是不是跟刚程时中的照片一样 对他说他吃得不亦乐乎好开心 他也没事 那吃不吃代表我们就可以一直吃了 来 武汉哥已经告诉你了 美国含瘦肉精的美猪只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二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官员 这位顾问 你是吃了三年 你确定你每天都吃 有瘦肉精的猪肉吗 你知道的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瘦肉精 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根本没有告诉我 美国基本上要吃 美国人要吃有瘦肉精的猪肉比例更低 因为店家根本不卖 就是因为美国人不吃店家不卖 那些猪肉没地方去 他才要卖进台湾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呢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那些猪肉美国上 美国人基本不吃 他也不会拿来料理 所以我也不会知道 那些猪肉就算有 他也只是全部市场里面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已 所以我吃的比例很少 你怎么骗我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 医院转发 医院也要告诉我 所以我就说 这篇贴文就跟陈时中 刚刚前面的照片一样 乍听乍看乍想没问题 仔细想问题一大堆 你用这样的方式要说服我们 吃瘦肉精没关系 跟他一样吃三年也无所谓 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美国的市场台湾市场不一样 美国市场上含瘦肉精猪肉的比例 跟进到台湾的美猪 含瘦肉精猪肉的比例也不一样 你怎么可以拿来对比呢 这不是骗那什么是骗呢 再来台南医院 他告诉你来 每天吃那么最大容许量是这样 所以你吃再多都没事 要吃六公斤一天才会出事 一天怎么可能吃六公斤的猪肉呢 所以放心没有问题 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种毒性它是慢慢累积的 另外如果你跟我一样 身体很健康你可能没事 万一身体不健康的人吃了 那就会有事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好像全部的人这样吃都没问题 你是医院 你为了帮卫福部做大内宣 你知道吗 你们这样几乎基本上是有 欺骗人民的嫌疑 你们是医院 我再说一次 你是救人的 不是害人的 来 医院 来 各位观众 这几天你们我觉得一件事情 全部都静悄悄 好像是在前天 昨天跟今天 所有新闻上的这些养殖业者 所有你们看得到的 有没有觉得变得很安静 非常安静 我跟你说 本来不是说义愤填膝要上台北 大家都熟悉 我们这里的养殖业 养殖业它的一个上级单位 它的生根石 将来它的肉品要出口 甚至它将来在经营 整个续产业的时候 它的监督单位 它的长官就是我们的农委会 所以他们这几天都下乡来 每个我们的厂子 每个我们的牧场都下去 好好地沟通 你如果是这些牧场的老板 经营者 你敢得罪我们的农委会吗 在8月28号的时候 在8月28号的时候 农委会我们的陈吉仲 他下了一个公文 他的公文写得很清楚 我们的莱克多巴胺 我们简称莱记 它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莱记是没问题的 可以使用的 结果百姓 我们的台湾这片土地 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并不是说什么养猪不养猪 是国人健康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接受 你看当天它的土壤很清楚 它说什么 动物使用 动物用解除禁用 并非允许国内使用 这现在是在公室我就看不见了 它说这个药在我们国内 还是国外 在国外的话 要进来台湾它是禁止的 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肉品上有这个 它是可以使用的 现在是在公室我也看不见了 如果在国内有 比如说有验到的 它称之为尾要 这是当时它发布的 结果我们国人 大家这些的 我们的代议士也好 我们这些明代也好 我们所有的学者专家 觉得不行 强烈的一个声让 它马上改了 那政策急转弯了 它马上改了 它说什么 它又改了 9月2号 今天是9月3号 它马上说全面禁止我们的来计 全部都禁止了 全部 那这件事情就告诉你什么 告诉说 台湾这片土地 我们的人民百姓 如果我们面对到 我们这种健康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我们大家要勇敢的站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撼累的是 我们的健康问题 而不是政治也不是色彩 我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中央 我们都很清楚 这片土地不是任何色彩的 是我们全体的 今天所有的问题 都是台湾人健康的问题 我们的小孩子下一代的问题 这个才对 还有我在跟我们社会大众讲 你农委会你中央 你用100亿能够去堵住 我们所有的养殖业的 这些的声让 那请问一下 国人的健康 你要拿怎么来还我们 拿怎么来密布我们 这个是我们真的非常担忧的 那在我们厕所经常说一句话 刚刚你们也讲了 也听了也很清楚 我们都市跟乡村 我们厕所在看你们堂市 我们的感觉都是 头人要顺角 做头要顺角 你既然是头人 你就做榜样 你就做企业嘛 那好 OK 你讲得很清楚 我们还有这些来际的我们的猪 国军不吃 国军当然不能够吃 那血统不吃 血统更不能吃 这也是你讲出来的 那请问一下谁吃 是谁要吃 官员吃 还是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吃 你做榜样嘛 你用嘴巴讲 你说吃这个没问题 刚刚版面那么多的FB 在我整个都告诉我 你是这头FB的 现在不是有现场所谓的直播吗 不然你就直播嘛 你直播你就吃 这个是含有我们的所谓的 瘦肉精的 这是什么口味的 蘑菇酱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沾 你每天吃一口 你每天吃两口 你每天吃三口 你吃100天 甚至吃30天 你吃了30天之后 你直播完之后 再跟我们所有的百姓说 吃这个没关系 我们再来考虑 你讲的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有我们又深深的觉得 台湾这变土地越来越悲哀 为什么悲哀 好像到时候都是盲目的 在跟从的政治跟颜色 我觉得是错的 今天未来上这个节目 我也是要跟社会大众讲 今天我们就是大声疾呼的反对 我们捍卫我们的健康 所以我每天几乎 我来到这边上个谈话性节目 来呼吁而已吗 不是 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 我比你们都还要关心 我们不只是生计的关心 我们关心的是 我们小孩子的健康的问题 对 算是宇宙心肠 我们不带什么立场情绪 我们纯粹讨论这件事情 你真的挡不住 那就把话说清楚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怎么保障我们的健康 我想请问大家 你再看一次 这是保障我们健康的做法吗 叫你吃 没关系 反正得病的人很少 就假装大家都不会得病 我不要做这个筛检 不要做那个筛检 反正在台湾确诊的人很少 我就假装大家都不会确诊 这就是卫福部一直以来的政策 不做 不查 不厌 假装看不到 就代表没有 这是鸵鸟心态 这不是官员应该有的 你可以告诉大家 对 驻美期间 有这样子的顾问 他确实有吃 可是美国买到美国猪的比例很少 美国人基本不吃 餐厅不用 所以这些瘦肉精的美国猪 才要卖到台湾来 你可以说清楚 你可以说清楚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 哪些人不能吃 尽量不要吃 而不是告诉我们 要吃这么多才会有问题 所以你尽量吃吧 因为你一天吃不了那么多 来 我们来看这个部长 尼巴正业后部长他有回话 他怎么说 这个说了 他说 这我不是逼 我们也没有施压医院要这么做 是希望透过胃教 提供民众正确观念 从健康观点 营养观点来分享 来 几个观点字我再说一次 正确观念 健康观点 营养观点 然后你再看看这些贴文 这是正确观念 这是营养观点 这是健康观点 还是他是政治观点 来 院长 我觉得其实两边说法 都不尽完善 政府现在做的事情 也还不够多 尤其我们好像在刚刚看到这些 可能是这个宣传 或者卫教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当然刚刚主持人讲的 没有另外负面表列说 像现在我们抽烟 他就会写说你如果抽烟的话 都会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一些 对 这才是提醒民众 你看烟品上面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管制 我觉得包括肉品 可能都必须这样管制 我一直认为说 政府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去进口萊克多巴胺的东西 你放在嘴巴里面的药品不能吃 但是给猪吃之后的东西 我们却能吃 这就是刚才黄议员所讲的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萊克多巴胺现在药品里面 是禁止使用的 但是我们的猪却可以吃 那猪在放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在吃猪肉的话 一样更何况 萊克多巴胺有一些数据去显示说 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 那我也必须说 这个肉的进口的问题 在于这个药 要我相信只要我要绝对是不好的 所以目前如果还要再去多说 尤其政府单位 要说你如果再吃怎么样 其实这只有一个结语 就是你如果正常饮食 不容易超标 你这样就明确去讲 但是也要说吃了这东西 确实还是不好 所以俊哲这个题不错 我想到 然后以后那个美国猪肉 有售金美国猪肉上面 就要去贴 吃了可能会 就跟那个香烟一样 吃了可能肺是黑的 然后小朋友说 爸爸不要抽烟 要放这些东西在上面 贴贴纸 当然在贸易上可能 会有一些互相的交流 可是我认为 这该有的 这可能的损害 还是必须说明清楚 另外一个重点 我是觉得 也要参考一下 下一阶段的工作 要做些什么 比如说好 这个市场的分流 管制 还有标识 因为现在 包括日本韩国 也都有做开放 那其实在日本 在美猪开放以后 他们发现这市场 大家对于美猪 完全没有兴趣 那在于日本成功的地方 是在于哪里 他很明确的做好标识 就像刚刚 我们大家都可能觉得 这样有疑虑的地方 譬如像摊贩 摊贩刚刚可能会用到一些 美猪的猪大厂 那我早上也大概 快靠近中国的时候 问一下我们板桥一家 很有名的这个 大厂面线摊 他说 谢谢议员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要加强标识 我们是这个 台湾猪的猪大厂 那好 那如果一般的民众 还有商家 都有这意识的话 再来其实 这不是一般民众的责任 还是要政府 明确的立法 告诉大家说 拜托你们标识 千万不能含混 不然就要重罚 我觉得这是现在政府 应该要立即扛起的责任 因为包括像日本 他们要做成烧麦 做成这麻婆豆腐里面的肉末 他倒要强调说是国产株 那你同样东西上架的时候 大家消费者就能清楚的明确 我就是要国产的 我就不要用美国的 那我认为 如果这样的配套都做好 我们再来说 这个政策到底是如何 最后要看市场反应 尤其我认为 可能这标识做的不好 也会危害到我们国产株的销量 因为你如果标识的不好 大家都觉得 我今天买了猪肉 那我干脆都先标吃猪肉好了 对啊 那是不是大家反而影响到 猪的市场 猪肉市场会深深的受到影响 所以我认为 现在政府应该要 立刻马上来做 就是标识 也许产品分流的相关配套 如果这部分做不好的话 恐怕对国内的猪肉市场 也会有影响 昨天我们就提到 我们最担心的 其实影响国内的猪农的心态 我相信大部分 我再强调一次 是很有良心的 他们会坚守 我就是不用 但你难保不会有少部分 生意不好是 这个市场受到影响了 那我降低成本 那我也来用好了 然后就把它放在 绞肉里面 就验出来说 怎么里面有瘦肉精 没有因为我里面 有加美国猪啦 那台湾猪没有吗 你要怎么分开验 你验不出来的 你验不出来的 来 正确观念 健康观点 营养观点 陈时中认为 他们的贴文 都是正确的 13年不会有事 美猪拼命吃13年 没事 任何人都可以吃 一天吃6公斤才会有事 吃一辈子都不会怎么样 一天要吃30几块的猪 这个猪排 要喝多少 要吃5到10年才会出事 他们认为这是正确观念 他们认为这是正确资讯 对 也许某种程度是正确的 但 也有不正确的地方 我只问几个问题 请问部部的官员 还有那几间医院 看一下 好吗 网路上都查得到 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 来第一个 你怎么不告诉我 老人 孕妇 幼儿园 心血管疾病 运动员 精神病患 不宜实用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还是我要自己去查 如果我是 这个运动员 吃了 要比赛被验出来 身上有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反应 禁药 来 替出比赛资格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那运动员吃了怎么办 孕妇 如果 我不会是孕妇 我说假设 有孕妇 有孕妇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那个例子 新闻都还在报 他生了自闭了出来 被怀疑跟 他可能摄取了 这个莱克多巴胺 有关系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个 孕妇不能吃 你怎么不告诉我 孩子不能吃 你怎么不告诉我 心血管疾病不能吃 你怎么不告诉我 精神疾病的病患 不能吃 你怎么不告诉我 你不是说 你说的都是正确的吗 那这个难道是错的吗 还是孕妇 你现在出来告诉我 说这是错的 老人 孕妇 幼儿 心血管疾病 运动员 精神疾病患者 都可以吃 这是错的 你怎么没告诉我 然后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精神病患者 不能吃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这个 有动保的团体 告诉我们说 有多份国外的 研究报告 分别指出 这个莱克多巴胺 会使株肢增加攻击性 也可能会造成不安 然后 有研究 他是说有研究报告 指出 过多的莱克多巴胺 也不用过多了 有莱克多巴胺 如果累积在人体身上 人类可能会产生 跟株质一样的反应 所以为什么 精神病患者不能吃 因为他可能会 增加攻击性 会躁动 会不安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这是错的吗 如果是 卫福部出来告诉我说 老人可以吃 孕妇可以吃 幼儿可以吃 运动员可以吃 你有心血管疾病 你也可以吃 精神疾病 照吃不误 没关系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错的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现在蔡英文已经决定说 要把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还有包括30个月以上的牛肉 都进口 所以现在正在做大内宣 有太多政府 不敢对外交代跟说明的事情 包括佑正刚才讲的 无论是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这个精神疾病 孕妇小孩其实都不宜吃 那当然这个莱克多巴胺 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说真正的实验过 说在人体上 因为是没有办法实验 但是却有证明出来说 在老鼠实验中 他癌症的转移率是22倍 那刚才其实黄议员 也讲到几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 标示尽速的做清楚 那个都是在后端 我要请问 当时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何时要进口的时候 我记得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我们就曾经去讲说 我们的人力稽查 有没有问题 从蔡英文上任到现在 过去强调食安五环 后来我们看到什么 食安是五个洞 过去每一次 发生食安的问题的时候 漏洞的时候 发现的人不是政府发现的 都是民众来做检举 才发现说 食安有问题 有黑心的什么东西的问题 所以政府的人力 根本就不足去做这些稽查 那更何况 还有一些 我当然不希望是不效厂商 但是过去甚至发现说 有一些商品食品过期 改标的问题都有 更何况 猪肉的价格 跟现在 如果受精的美猪的价格 跟那个我们未来 我们国内养的这个猪肉价格 差异这么大 也难保 未来这个 这个有一些不效厂商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政府为什么要冒这个险 去进口莱克多巴胺的东西 你放在嘴巴里面的药品不能吃 但是给猪吃之后的东西 我们却能吃 这就是刚才黄议员所讲的 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莱克多巴胺现在药品里面 是禁止使用的 但是我们的猪 却可以吃 那猪再放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在吃猪肉的话 一样 更何况 莱克多巴胺有一些数据去显示说 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代谢掉的 所以蔡英文有压力 我当然知道说 在国际的谈判过程当中 当然有压力 但是什么都可以谈 什么都可以交换 但是我不认为 一个政府可以带头 拿人民的健康去做交换 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更何况 后续有很多的影响 都没有 都还不知道 就是说 现在还没有很多人体的数据出来 除了刚才佑正宁讲的 就是说 那个还在现在 自闭症的孩子 还在法院告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 其实很多 包括吴嘉诚 吴医师 吴老师都说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 每天都在累积的东西 那五年十年 他只跟人家五年之内吃没有问题 十年之后 十五年之后呢 当我们现在小小孩子了 五六岁的小孩子 他天天都买到这样的猪肉吃 他到十岁 二十岁或者是适婚年龄的时候 会不会发生 没有办法生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多家庭主妇所担心 所以我觉得说 一个会谈判的政府 你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压 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去谈判 你会谈判 你就不应该拿人民的健康去谈判 台湾的养猪农的费用这么高 怎么办 让他转型嘛 再转型 然后让他变成更有竞争力 然后用市场机制来控制 然后我们就会问说 那之前要开放南克多巴胺的时候 这个养猪协会 或是猪农 抗争了这么大 这次怎么都沉默了 我们刚刚一眼告诉我 他当然要沉默了 因为你不沉默 谁冒出头就打那个冒出头的 棒打出头鸟 对 非常遗憾就是 我们今天公投绑大选 也被脱钩了 明年即便这个议题 有办法去做公投 能不能过 可能都需要靠更多的民众 大家一起站出来 但非常遗憾就是说 民进党趁立法院修会的时候 来处理这件事情 刚才黄议员又讲说 其实很多养猪协会的几个带头的人 其实他们都有压力 因为未来出口 他们指导长官就是农委会 所以他就警告你 你敢出来 后面以后你的视频 在验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找你麻烦 本来一个月可以 一个礼拜可以验好的东西 他给你拖到两个礼拜 这个对于整个猪农的产业 台湾市场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即便你做100亿 200亿的补助 后面你能不能弥补回来 未来整个养猪的市场 你要补贴他们一辈子吗 只要一天台湾有美国 售后进出后 你就补住一天 是这个意思吗 那农委会预算要变高不少 而且这200亿都是大家纳税钱 我们为什么100亿 对 他是说目前100亿 本来说要多100亿 后来说没有 以后再说 但是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情 去做交换 更何况BTA FTA包括TIFA 我觉得现在都还谈不出个什么 也没有白子黑子说一定可以给我们什么 所以我相信在这件事情 人民是有共识的 所以这两天出来的民调 蔡英文的民调都掉9% 10% 如果明年1月1号 真要进来的话 我相信民意一定会有更多的反弹 这蛮奇怪的 刚刚这样议员跟燕秀姐这样一讲 我就想说奇怪 以前的农委会跟现在 就马英九当总统的农委会 跟蔡总统当总统的农委会 应该是同一个农委会 他的职权 他的职账应该是一样的 奇怪以前的猪农都不怕 以前的猪农没有在怕马英九的农委会 管你上街 泼猪粪 现在的猪农就很怕蔡总统的农委会 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也比较狠 比较狠是不是 真的比较狠 以前不敢威胁 现在敢就对了 你们真的可能不知道 我太单纯了是不是 那个猪券低调你知道吗 既要官员贵 他就差不多无法经营了 他第一个 猪一定要排水的问题 他只要你要接出去的牌 他不让你搭 你低调就没照新准了 不是转传这些东西 在美国吃牛 吃猪都很好 可是你吃的到底是不是 喊拉克多巴嫩 我们看不出来 没办法分辨 基本上美国很难买到 所以这个东西 不要每次什么东西都大内选 你今天政策定了以后 你就要用所有瞒天的方式 网路的 粉丝团的 官员上节目说法的 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很棒 可是完全又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为什么这个这么棒的事情 那我们早该做啦 再来就是说他只要鸡茶 他也没有办法啦 再来他将来他的肉品要去 要去卖 要去拍卖 要去怎样 都有相关的规范跟约束在里面 可以找你麻烦 天啊 所以我跟你说 这些猪农他们是很可怜 这样说好了 第一 都不要吃啦 全部都吃净口的啦 你们到处接受啦 这个也是个问题啦 网路上大家也在讲 也罵啊 你若鸡吃了 不送你就不要吃啦 哎呦 我讲这种话的这种 我觉得这种网军 我也觉得很奇怪啦 我们的饮食习惯 是跟老美不一样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肯定有这些妇女同胞啦 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要做过来吗 你也是要吃点炖品啊 我们点炖来啊 那炖品跟白蜡来说 你又没有真的处理到很干净很新鲜 也是没办法吃的啊 那你们美其名也说要标示 我真的很好奇 他们有办法讲了一句话 讲什么话 哎 那个我们有来记的猪肉 我们什么不吃什么不吃什么不吃 问过探索回来 那到底是谁吃 那你们官员也不吃 那难道是我们乡下这些穷人吃吗 那你们不觉得太扯吗 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你真的是完全失控了 在凸显了很多的事情 这种这种国人健康的问题 应该是交由我们的民意机构 最高民意机构就是我们立法院来下来做审理这么多 那怎么可能说你完全顽固民意 然后直接就斑定一个行政命令呢 这是我们在我们政家 因为我们看不到你们堂市在做什么 美其名你们都是学者专家 每个官员每个部长都是学者专家 都是学者专家 我也一直纳闻我脑也打扑书 什么的做事我都看不到 我也想不到 那为什么我们出现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国人健康嘛 实安全 实安心 小孩健康快快乐乐成长 这样不是一个真真正的公平正义的安居乐业吗 感谢啦 去死了啦 所以是以前的 这个是可能要问我们这个老师 春旗老师 所以以前的这个马英九的官员是怎样 比较温良公减让 现在的事比较强势 所以以前拦不住 现在摸头摸一摸摸到人家就怕了 这差别在哪里啊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 我当年也是走街头反抗国民党 也是趕快开始了 那你说为什么这样 我就当场释放我们对面这个黄议员民进党了 你看他讲话多温和 民进党就是好人也给他做劲 坏人也给他做劲 你看刚才说的都独立啊 好人都在做啊 心狠手辣 他们就不要脸到基点啊 等下再讲这个陈时中 我跟你讲黄议员 你刚才说得很漂亮啊 说就是不好嘛 好了 你等下你再说 乃克保安部不好 不要再讲那些话 不要再讲那些话没话 说得太好 我好就做这种什么大内宣大外宣 你要一致嘛 你既然不好不要再讲那些 表面上你刚才说得很好听 好人他在做啊 晚上派人他在做 就机关在说对面要不要施压 你们可以这样子干吗 就第一个 好 我基本上是不太愿意谈后段 我们应该谈到底换到什么 主持人等一下可能有机会谈 那后段既然在谈管理 那既然谈到这样 刚刚对面议员也提到说 这次忽然间行政命令就翻布了 也不经过立法院 但我跟你讲 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在这里 你们在立法院还是应该提案 应该立法 什么立法 我讲讲 既然是有什么标示啊 管制啊 什么分流啊 刚还原讲得很漂亮的分流管制 我要认为 从美国进口的第一时间 有莱克多巴胺的租 美国人就要标示 合理吧 应该告诉我们吧 嗯 这个要做到 你们至少 现在9月到12月 还有4个月 好好的努力 进来就标示 你后面没办法 第二个一进来 马上抽检 有的话那还得了 马上就出发 然后 我最近有时候在寄一些包裹 发现这样很厉害啊 你现在随着打工 我的包裹到 我要寄的地方没有 哦 现在在哪里 对 上网才可以哦 很厉害啊 那你将来就是建议 全部整套流程 追踪基地 都可以追踪 公开透明 看照地图去 很清楚啊 你要一万多一万多 要照地图去 你要清清楚做啊 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科技做得到 不要含糊 手机拿起来 QR Code一扫 马上就知道吧 再进一步 我跟你讲 到了标示那个地方 你要做一个通计 因为陈时中说 抢的吃都吃不到啊 所以到最后 两个奉勇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不是说很好吃的 优先供应 你现在说 在外一万多 优先分配 分配到村的 陈时中这人要登记 去抢购 对 那我们就在哪里 哪里 那最后有村 才流流到市面嘛 那是不是很公道的 你们说 要唱我唱我 先开放给民进党的朋友 来预告就对了 陈时中 有没有去登记要买啊 你出一支嘴巴 所以我跟你讲 很清楚啦 要一路管制 然后我们验证您的行为 你是不是说有误作有误 你自己全责要相称 不要讲一些谎话 不要讲一些假话 好 最重要 你们立法要怎么样 行则事后 刚刚讲的每一个环节 有人作假什么东西 特别是一定要 比如说 我是觉得说 不要 尽量不要怪到厂商啦 厂商大家谋利嘛 那厂商谋利 假设出现违法 要问管理的空间啊 官员为什么管理事责 所以将来这个地方立法 我刚刚讲每一个环折 只要出问题 刑法事后 那不能罚款啊 为什么 你这个是伤害罪啊 你这个是杀人罪啊 这当然要刑法之后啊 要处有其毒刑 不要讲说马上要丢官 你家的公共 你只要健康 我们要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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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这种情况之下 要刑法之后 最后再讲一个可能不太好听的 将来如果犯罪的 我们验这验的 要验看有没有莱克波巴胺 如果这个犯罪有吃了莱克多巴胺 免责 因为他说失控嘛 有没有控制给他 这是国外的研究 这是欧盟的研究 就是欧盟的研究 要合理啊 他就不过去吃掉了 要抓狂啊 去带人啊 所以将来这个犯罪的 验各种东西 包括验莱克多巴胺 如果要吃了莱克多巴胺 免责 然后往前追究 怎么让他吃到 刚刚讲刑法之后 你如果说要关桌 要说一堂啊 要外号啊 我出一支嘴巴 我跟你讲啊 我给你讲 讲到这个东西是很悲哀啦 背心都要这样 要摇摇摇摇摇摇摇 你们怎么说得有的不的 我跟你说啊 刚才韦翰讲到的时候 陈时中 如果你觉得他 我看他是 他看那个照片还不错 现在转到时尚 好不好 你干脆 我看他最近喔 坦白说 这一场对他政治消耗是很大 就被拿来那边吐吐吐啊 前面啊 防疫间的一些光环 这一次都耗损啦 我建议他改行 赶快去当时尚模特 他真的是好干啊 中年时尚模特 他现在可以藉由直播吃那个来季啊 吃给我们看啊 沾酱啊 他别去吃一个月啊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摧毁 改变时尚界的这个标准 好不好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不是摧毁 不可以这样说 我想补充一点 老师刚才讲的 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食品的溯源管理机制 有些我都是下游厂商 我那个狮子头是跟工厂禁的 我是无辜的第三者 我就是拿来卖 他跟我讲说 这个是台湾猪 你到最后怎么办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 也没有这个溯源管理的机制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中间加工的过程 可能有太多不同的流程在 政府没有这个能力 去做溯源管理 所以后面怎么管制 很多人都说 我是无辜的第二者或第三者 那个源头是谁 就抓他一个就好了 所以后面其实 这个才是消费者 现在大家最可怕的地方 还有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我都在想说 那只有两成的收入金 只要进来台湾 那蔡英文怎么不干脆 花那100亿 就直接买 也不用去扶导我们猪农了 那现在大家都说 所以各县市都不要吃 包括我们学生也不要吃 国防部的所有的 我们阿兵哥也都不吃 那到底进来要给谁吃 那进来给谁吃 为什么美国人 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来去进这个莱克多巴胺 那为什么蔡英文 又要冒着自己民调 不断的下降 要让这个进来 除了有压力之外 那老美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我们刚刚讲很多 对 一樣 跟那个部长的照片一样 乍听一下很有道理 我们要建立追踪机制 要管理 要修法 要补贴 要补偿 要辅导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如果不进来不就没事了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我前提是我知道政府有压力 这个可能真的难挡 但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时间往前推 我们如果不进来 我们刚刚讨论这些 这么烧脑 这么伤人脑筋的事情 什么都不用做啊 就是维持现状就好了 然后我们花钱 去进了一大堆的猪肉进来 然后再花一堆精神 一堆金钱 一堆时间 想办法追踪这些猪肉 管理这些猪肉 找出可能不肖的业者 要不要这么累人啊 要不要这么辛苦啊 为什么啊 好 你说有压力 非得竟然不可 那你也要告诉我 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这待会我们要谈的 换到什么 蔡总统说什么都没换到 那所以 那些以前告诉我 说会换到的人 又在说谎 好 来 继续 这两个你看了 觉得有点惊悚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后面更惊悚 这个林杰朗 我们给你看过了 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不用摄取到中毒的程度 就可能致病或致命 然后这个 老鼠实验中 吃的莱克多巴胺 癌症转移的几率 增加22倍 有恐怖吗 最后一个有恐怖吧 癌症转移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 更加恶化的前兆 更难救 更难救命的这个征兆 老鼠身上 身上增加22倍 你怎么也没有告诉我 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 来 蔡老师 不过谈到这个部分 你还是必须要佩服 民进党的话术 他们说话的能力 话术 确实是高人一点 无法佩服啊 因为马上就被我拆穿了 因为很厉害 你刚刚谈到了说 老鼠有这个 他们马上就找到了 台大的一个荣誉教授 受益系的荣誉教授 他都告诉你说 这个没有问题的 科学上告诉你没问题的 如果有问题 有风险的话 他说谁没有风险呢 你走出去搭公车 也可能会有风险啊 你坐飞机 也可能会有风险啊 所以风险到处存在 因此 如果你有感染 那是风险 风险是可控制性的 你看 找了一个台大的荣誉教授 来给你背书 那你们以前在讲什么黑心油 是的 你以前在跟我讲什么三聚七安毒奶粉 是的 没有错 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啊 对 你不要吃就好啦 你吃了也不一定有病啊 对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他们的话 这什么逻辑嘛 从当初上上下下官员立委 所有的这些学者 全部都反对瘦肉精 说他有毒 所以你马英九开放 你是对不起整个国人 他有毒 毒的不得了 今天一转换 他的毒性是可控制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有风险的 但是谁没有风险呢 谁走出去没有风险 说被摩托车撞到呢 所以一切都是变成合理了 好 那我们昨天又在讨论说 那价钱啊 他马上告诉你说 陈吉仲 他说七十八块 进台湾一公斤七十八块 他说这个没有加 莱克多巴胺是七十八块九 他是告诉你 可是当马上被拆穿 例如说养猪的协会 告诉他说港口价只有三十块 到四十块之间 他马上 然后台湾的批发价 是一百块到一百一十块之间 察觉别这么大的时候 他马上就可以透过他的媒体 绿营的媒体 马上就改口了 这样子对我们消费者很好啊 所以消费者是欢迎的啊 餐饮业者是欢迎的啊 食品业者是欢迎的啊 因为他们可以买到更低的价钱了 所以这个是照顾我们台湾的消费者 你看风险是可控的啊 吃多了不会死没有问题 当初都说有问题 现在都没问题了 接着说价格很硬 绝对不会影响到台湾的租农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 结果被拆穿以后马上一转口 就说哎 这样子对我们消费者多好 餐饮业者多好 食品浇工业者多好 大家其实都是鼓掌的 因为我们是资本主义市场啊 市场取向啊消费者取向啊 影响造福台湾这么多的消费者 怎么要反对呢 应该要赞成 那台湾的养猪农的费用这么高 怎么办 让他转型嘛再转型 然后让他变成更有竞争力 然后用市场机制来控制 那我们就问说 那之前要开放来克多巴胺的时候 这个养猪协会或是猪农抗争了这么大 这次怎么都沉默了 我们刚刚议员告诉我 他当然要沉默啊 因为你不沉默 谁冒出头就打那个冒出头的人 棒打出头鸟 棒打出头鸟 对 那我们合部处最近都接到电话 你知道吗 议员你快来啦 中阳你又来了 所以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 要好好讨论一下的 棒打出头鸟 棒打出头鸟 我觉得这有点离谱 那就变成是每一个养猪妇心生恐惧 他不想当出头鸟 可是他内心里面有一堆不满 可是他又不想当出头鸟 好这个时候民进党又来了 有损失的我补贴给你 可是补贴那个钱是我们的钱 对啊 我们的钱补贴给你 给你收收了 不要讲话啊 又给你收收了 讲话我就怎么样啊 又恐吓又给你钱 你看一手硬一手软 整个哈利拉罗都加起来 你有没有发觉 国民党比不上民进党耶 差太多了 真的 差太多了 人家话术也会 手段也会 弄到最后 我敢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 进口是禁定了 这个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你说要标志 我一定会给你标志 但是问题就在于管扣呢 那不管 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个尝试的问题 就是说既然无害 对人体无害 可以尽量吃 可以拼命吃 可以多吃 那为什么台湾的养猪农 不能够用 诶 陈吉仲又有说了 这是因为我要保护我们的养猪农 厉害吧 厉害吧 台湾的养猪农不能用 是因为要保护我们的养猪农 然后国外的养猪农可以用 而且您刚刚讲的 在美国就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在用 那也就是百分之七十八的人是不用 那是代表在美国的消费者 他们大部分都不用 那大部分都不用 那就换言之 也就是使用的它的价格比较低 可能是下沉社会的美国人在用 那另外的还剩余的 那就往我们台湾 这个下沉社会里面来到 那我们弄到最后变成怎么样 台湾管制失控 我们的年轻人坦白说 现在看起来也是不在乎 年轻人哪有在乎 那在乎的就是这些爸爸妈妈 那爸爸妈妈也不可能每天去买菜 然后到最后大概就是麻痹 爸爸妈妈吃的时间 不会有年轻人吃的多 多 那这个如果你们觉得 无所谓 没关系 这个这拿到什么 我们要提升国地地外 那你就尽量吃吧 对 老实讲的没错啦 最后那个没有孩子 我本来就不要有孩子 OK啊 Fine 不想生小孩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就是我们台湾 一直在走的路走得好 我们民进党真的是 对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巨大 好佩服这个党 这个老师刚刚讲 我又想到你看 你就会在讨论过程当中 不断激发你的这个 逻辑跟推别的能力 这个我们陈吉仲 总组委告诉我们说 台湾猪不能用 用 萊克多巴胺 是在保护台湾的猪农 我想请问一下议员 用了瘦肉精 是不是降低成本 对 没错 所以呢 是 我们从国外进了一批 很便宜的 还成本比较低的 猪肉进来 然后不让你降低成本 叫做保护 叫做保护猪农 这个网络我不懂 好 那现在美国猪进来 以后跟台湾猪比哪一个 会比较便宜 美国猪当然比较便宜啊 这叫保护 可以啊 他如果 这个从国外 你要从国外进猪肉出来 但是你又不能降低成本 放心 我把美国进来的猪肉 调到一公斤 卖你九十块 卖你一百块 你不会有人买 还是会买台湾猪 这叫保护 结果他进来了 卖的价钱还比台湾猪便宜 台湾猪的成本 还是一样那么高 没有降低 你跟我说这叫保护 你跟我说这叫保护 我这听不懂 我这听不懂 算了算了 我真的是想不懂 这叫保护嘛 大家可以 从我讲话的这个 逻辑推论 你去思考一下 我们的主委居然说 这种做法 叫做保护猪农 让你维持高成本 进来的东西 还卖的比你便宜 然后这叫保护猪农 他说的是 他说的是 好 来 除了卫福部 对不起 我就直白的说了 因为你话讲一半了 你没有讲 另外一半 大家更应该知道的资讯 那基本上 你就是在说谎 基本上 你就在说谎 为了美朱这件事情 到底要 说多少谎 我谢谢蔡总统 因为蔡总统 是唯一一个 没有说谎的 我非常感谢蔡总统 这个叫做 国家元首 人家起码有他的高度 跟他的态度 大家在吵 交换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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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总统已经定调了 没有所谓的交换 好 我们今天 進口美朱 就是为了要符合 未来的 总体战略目标 起码蔡总统 说了实话 大家 注意 那些官员 告诉你说 哎呀换到什么换到什么 都假的 都给我们骗的 因为蔡总统告诉你 就是没有交换 好 感谢蔡总统 帮我们定了这个调 因为这个调 一旦定了 来看看有多少人在说谎 来 第一个 还是陈时中 進口美朱 换一个台湾的国际地位 不是没有换吗 你在换什么 换什么换 是不是在说谎 就是在说谎 来 王美花 在视讯会议说 要签FTA 表达签FTA的意愿 说不解决美朱美牛议题 不可能加入CPTPP 言下之意就是 我们进口美朱 就可以签BTA了 台湾准备好了 有没有 言下之意就是 进口美朱美牛 我们应该就能加入CPTPP了 这种说没有交换 没有交换 那这是不是交换 再来 陈其仲 他告诉我们说 进了美朱美牛以后 台湾的巴辣猪肉 就可以外销到美国 这是不是交换 这是交换 蔡总统说没有交换 你是不是也在说谎 然后我们的这个 小美琴大使 他说现在是展开 台美BTA的最好时刻 因为进了美朱美牛 所以我们可以交换到 展开PTA的机会 说谎 蔡总统说没有交换 但你们在蔡总统定调之前 一直告诉我们 可以换到这个 可以换到那个 可以换到这个 可以换到那个 对不起 我相信总统 我听蔡总统的 我相信她说的才是实话 你们统统没有说实话 其实我觉得这整个话题 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因为大家谈完谈去 会发现的时候 原来民进党 为了要说服大家 他接受 让莱克多巴胆的肉皮 来台湾之后呢 讲了满天大谎 原本国际上 都觉得有疑虑的事情 也就是使用瘦肉筋 这件事情 讲得一副理所当然 那刚刚其实 在问这个议员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坦白说 如果开放我们 中华民国的猪农 也使用莱克多巴胆的话 那以后啦 如果我们国内的量够 你要外销 谁要给你买 全世界160个国家 不接受含瘦肉筋 为饲料的肉品 160个不接受 只有27加1接受而已 26加1 我们第27 只有美国的瑟海的 才接受 讲难听一点 是这样啦 大部分的国家 根本都没有使用 莱克多巴胆 餐进饲料里面 我给大家看了 因为刚刚前面在讲 什么我们驻美的顾问 他那个 那篇po文其实也就算了 因为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语言不详 我很负责跟大家讲 语言不详 但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很明确的问了 我在美国的朋友 美国过去这五年 特别是从2014 2015年开始 有非常多的饲养牛脂猪脂的工人抗议啊 他们抗议使用瘦肉筋 特别是莱克多巴胆 为什么 因为猪会 他会躁动 他会暴怒 就这个嘛 他甚至会冲撞 就这个啊 他会增加猪脂的攻击性啊 我们这边国内有人知道吗 有没有 对 增加攻击性 而且他有可能就死亡了 死亡了 他可能会 他会失禁 所以他还要去处理他的分辨等等 工人觉得说 我没有人权啊 我没有工人权啊 我为什么要处理这样 而且我可能在饲养过程当中受伤 那使用莱克多巴胆 他的成本一定比较低 因为他的养成期比较快 比较短 然后各国的成本 你像日本是有 美国牛跟美国猪 含莱克多巴胆 这点我跟大家讲清楚 日本是有的 可是日本人 他很清楚的标示 国产牛 跟非国产牛 大家吃国产牛 国产猪跟非国产猪 那美国也一样啊 所以我刚才刚刚讲 我刚刚那个 我特别去找图 因为刚刚那个 我刚刚看那个顾问對不對 我给大家看两个 在美国的超商 最容易买到的是 像类似像这样子的肉品 他会很清楚告诉你 organic 有机的 有机代表他没有任何添加物 那你今天如果 刚刚那位顾问 他太 不知道是他去买菜 还是他的家人 他太去买 我都觉得美猪 没有人说美猪不能吃啊 拜托喔 现在讨论的不是美猪 我们谈到现在为止 还有部分 可能有一些网络粉丝 还在那边乱扯 美牛美猪 跟来个多外的美牛美猪 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再跟大家讲一次 我们本来就有美猪 只在我们台湾市场的一趴 对 刚刚这个节目一开始 吃到那个大肠面线 那个年纪人 吃到的就是美猪啊 对 有啊很少 但是不是代表没有 美国的肉品都会清楚标示啊 这是猪 像这个是牛 他一定告诉你 Organic 或者是没有添加抗生素 清清楚楚 然后有很多的美国的民众 他会去抗议就是 我们不要再使用这个东西 所以包含了 美国国内有反弹 为什么会有22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嗯哼 为什么会只有22%的美国猪 他在饲养的时候 寒瘦肉精 其他78% 为什么不要用 因为欧海沃州也在推那个 全部都禁止用 对啊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 已经 他已经是极少了 然后医学报告都有告诉你 心血管 血压提升 会心剂等等 你现在完全都不讲 我们台湾 好那你说坏的你不表列 负面不表列好了 你就单正面表列是怎么回事 我就有一个问题啦 今天我们卫福部下面的那个 医服中心的执行长讲说 我只是叫他们去转传这些讯息 可是你单方面的跟大家讲 这东西好耶 对 我刚刚讲的美国其实用的少了 全世界有160国家不用 然后呢 加上说连美国的续产业者 都已经开始减少 还有一点就是 一天到晚讲中国道路 我们不要跟他一样 就我们还真跟他不一样 人家吃的都是没有肉 其实我们是有的 我们跟美国现在是 关系最好的时候 对不对 台美握手 今天报纸还讲说 这个助理这个刺青也要来了 第三号人物要来了 最好总统也来了 台美关系很好 我也承认啊 因为过去蠻久跟 美国是没有 蠻久是亲美有日和中嘛 亲美国跟日本当朋友 跟中国道路要和 但是你不能跪下嘛 这当然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美国什么都要跟蔡总统 跟蔡政府 确实很好啊 那个问题 跟美国这么好 结果我们要吃瘦肉精 大陆现在跟美国这样子 这么紧张都快打起来了 他们不用吃 他们不用吃 那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今天我们倒过来看 整个过程当中 你明明为了要开放这个 但是你也已经讲了这个话 事实上的确也是 因为不是一个人讲嘛 经济部长说我们有经济方面的 然后我们的卫福部长 我们的责任中心 主要跟他讲说 是换一个国际的地位 都讲就是为了未来嘛 那大家当然会讲啊 就说那难道 难道没有换到什么嘛 未来没有 蔡总统说未来没有 因为这不是个未来的事 那你就要看 从我们开放美株 也就是这几天 往前推 那是不是 在蔡总统选举的这一前后 觉得美国对台湾很好 比如说什么 台北旅行法 对不对 然后呢 相关的这些台北法案 就是这东西 就已经就是拿来当后线 你已经先拿好处了 现在该还债 昨天我们的来宾是亮哥嘛 对不对 他是有提到 因为他跟我谈过这个话题 他认为2012年的7月25号 马英九前总统 在他的第二期的 因为是2012年5月20日上任嘛 在他上任前 美国帮马英九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2011年的11月的时候 美国宣布 中华民国的国民 可以到美国免签证 所以他说他觉得 那个美牛就是马英九的后屑 报恩 对就是说至少你给我这个 那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未来的 因为蔡总统 我已经跟大家界定了 没有交换说嘛 那我们只能往前推 可是我一直往前推 半年到一年 我并不觉得 美国说嘴巴上面 Lip Service 对台湾很友好之外 过去从我们今天 2020年的8月 今天已经9月3号了 往前推一年好了 从2019年的9月到现在 这样整整一年 美国做了什么 对台湾今天动力的大事嘛 一直叫你买武器啊 好像就是买F16V嘛 对不对 就这些东西嘛 好那可能 可能就这个对赛总统来讲 已经是很棒 很棒的合作了 要还人情 但是我是觉得说 很多话题就是 要把它讲清楚 不能够乱扯 让大家就误解 萊克多巴胺这个东西 你要把它讲的这么好 你如何解释 过去这么多年 你给大家讲不好 所以我的看法都没有改变 就像刚刚医院 医院是有必要跟民众适宜 可是你要两边聚成 吃了以后没怎么试的 有吃了以后有心悸的也有 所以你要去选择 特别是如果你有血压膏啊 心悸啊 心悸悸悸悸悸 你可能最好避开 你能提醒大家这个 不去转传这些东西 哦在美国吃牛 吃猪都很好 可是你吃的 到底是不是有喊萊克多巴胺 我们看不出来 没有办法分辨啊 基本上美国很难买到 所以这个东西 不要每次什么东西 都用大内宣 你今天政策定了以后 你就要用所有瞒天的方式 网路的粉丝团的 官员上节目说法的 去告诉他这个东西很棒 可是完全又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为什么这个 这么棒的事情 那我们早该做啦 早该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啊 早该让台湾人 换一个国际地位啊 马英九 我们台湾都需要国际地位啊 十年前就该换啊 马英九高瞻远瞩 对不对 八年前就要做这件事了 没有2009年就要做这件事了 日本在十几年前 就已经同意美猪了 2004年日本就已经同意美猪 和萊克多巴胺 可是问题是 他都一直是标示清楚哦 那我们应该早十几年前 就应该换一个国际地位了 换一个FTA 换一个希望的未来不是吗 我们早十年前 换了国际地位 我们现在票已经升到哪里去了 搞不好都加入联合国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假讲的啦 因为我 我们现在也根本就挡不住了 我觉得刚刚俊哲讲的就是 老百姓要去注意就是 你要保证我 我至少能选择 你不要让我吃到不知道 就我刚刚一直在讲的 不要吃到但却不知道 亢亢吃 不知道好不好 所以标示清楚 让民众能够选择 是政府的责任 说服民众这个东西吃了没问题 不是政府的责任 最不是政府的责任就是 这个肉品万一明年以后 发现大家有疑虑 结果没有好好滞销 或者是说 产量跟那个卖的那个 卖量并没有达到预期 这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是肉伤自己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然后你一直讲说 欸 中国大陆都吃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吃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中国大陆吃的是 萊克多巴胺人 为什么我就要吃啊 为什么我就要吃啊 你不是自认比他们高级嘛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现在这个政府 要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这个 跟选举的无关 还要两年多才选举 那是你我 有可能是到底 那我现在也不是要摧毁这个政府 或是把那个部长赶下来 而是你做错 你说你该做的事吧 卫福部长就去做 卫福部长的事情 都会去做的 不是在那边拍撒弄 然后在那边帮肉代言 变成肉品商的 请政院这个发言人 我们这里特别有讲说 孕妇不能吃吗 对不对 孕妇来 导播看一下 孕妇不能吃吗 来她说 如果生下孩子的这个妇女 有人会担心会不会吃到 因为他们都会喝这些 什么猪肝汤 猪肾汤 来补身体 那就民众担心说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生完孩子 正在坐月子的这个 妇女的身体健康呢 会担心 结果 我们这个发言人居然说 因为台湾的妇女 都只是新鲜的 所以冷冻的猪肝 就是国外 美国猪 美国进来的猪肝 没有市场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你在坐月子 吃到冷冻猪肝 那不是萊克多巴胺的问题 你要担心的是家庭失和 因为老公不疼你 居然蛮冷冻的猪肝 跟猪肾给你吃 我可不可以补一句 行政院的发言人 就是那个上次讲什么 我知道第一名 这是我讲的 部长不该为肉品背书 行政院发言人 不该去帮这个事情做解释 那这样子我们好几次在讨论 澎湖要不要博弈 要不要设赌场 可以设赌场 你不要去赌就好了 对不对 枪子也不用限制 你不要去买就好了 毒品也不用管制 反正大家 誰不知道毒品对身体有害 那上午我们当然不会碰毒品 我也不会碰 幼稚也不会碰 英雄不会碰 毒品不用管制 枪子不用管制 赌场也都不用 反正对大家人体有害 不会选择 你现在跟大家讲说 因为美国的猪肉 含内上都是冷冻的 所以冷冻的口感不好 大家没人会吃 他到底要讲什么 对 这什么逻辑 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干嘛要去管制 这些我刚刚讲的 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现在重点是 但是他有含萊克多巴胺 对人体有可能有害 有可能不能讲一定有 这种时候你就是 负责标示清楚人民会去选择 不用在那边一直替这些肉品 做背书 说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你不用担心 就是因为很担心 所以大家才会谈到那么多天 武安哥举的例子 这个谢寒冰 冰哥有讲到 就是某前辈 他一直讲说什么 他不用担心 美国入庆 你不要去买就好了 你可以选择不要买 像我就根本不会买 这个冰哥就说 对对对 照这个逻辑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台湾也不用管制枪支 你不要买就好了 你不要买就好了 对吧 台湾也不用管制 那就开赌场 你不要去就好了 其实也不用管制 枪支你也可以买 买了不要开就好了 放在家里 欣赏美金看 我也把枪好帅 你不要拿下来用 你不要拿下来做坏事就好了 对不对 那OK 那这个犯罪的人 担心有再犯疑虑的 不用 不用管 跟他讲说 你不要再杀人就好了 也许他不会再杀人 那几个 可能有篡政之欲的 蘇贞清那几个放出来 他可能不会篡政 也可能会 但可能不会 那不用积押放出来 不是这种逻辑的好吗 我们的政府最最最最最重要的责任 是杜绝一切的危险 让人民安居乐业 而不是把人民 放在未知的危险当中 然后告诉你说 可能不会危险 没关系 你OK 这不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但现在我们政府 就在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刚刚你们都一直在讲 他们说这个 有含乃季的这些猪肉 如果价格再低的话 标示清楚 百姓就不会去买 不然请问一下 他进口商为什么要进口 进口商为什么要进口 进口商他进口的是价格的问题 那能不能够赚钱的问题 我跟你说 中央你的操作所法 就是拿钱 拿纳税年的钱 去迷补这些冷冻胸 还是我们在买单你知道吗 他进来挨肉 他买不去 你标示很清楚 他卖不出去 还是拿我们的 人民的血安全 再去做一个补贴的工作 补贴给这些商人 这个也是我们台湾的 人民百姓 真的是最情而以堪的地方 刚才有说 瘦肉精 吃豬子的身份是不是会比较少 这个猪肉在养的时候 它有一个生长期 除了生长期之外 你们大家去回想 你们老是喜欢去说 去吃什么放三鸡 放三鸡 三鸡 为什么 因为肉是结实的 肉质是结实的 瘦肉精把它煮下去 它的肉就比较结实 它结实的话 它取的部分 来做些料理的位 也取得比较多 不然我们都费豬肉 那个使用就会比较多 所以在整个市场机制里面 如果我们正常的豬肉 跟瘦肉精的豬肉 来比较的 那一定是五折疑 差距是对白一胸 对白一胸 所以我也在这里 再次呼吁中央 台湾这片土地真的不是 这些色彩来论定 我的看法 我们八成一定要真的觉醒 也要认清 你怎么样 全部都是我们在买单 所有的官员 我也觉得你们很奇怪 你们美其名都是官员 都是纳税人 辛辛苦苦崇拜 来交由信心交由你来管制 这个台湾这片土地 结果你们都为了 这国人的一个做法 来给他背书 我感觉现在真的是很丢脸 我真的深深觉得是真的很丢脸 跟大家说个笑话 大概是今年 我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这个俊哲可以听一下 露汁爱奇艺条款生肖 爱奇艺组出台湾 但露汁肉品厂 最大的肉品厂 叫做史密斯菲尔德 美国的肉品厂 它是露汁 它被大陆人买下来了 瘦肉精美猪 三个月后 欢迎登陆台湾 赞 赞 我只能说赞 我还能说什么 淘宝入资滚 然后这个爱奇艺 入资滚出去 然后美国猪 入资 肉品厂 上个月拜登 快来台湾 我跟你讲 这个才有国安疑虑 万一 他在里面加什么 乱七八糟 你卖到台湾 不只售后金怎么办 听说这批都卖去台湾 售后金用多一点 用多一点 生化武器好可怕 请民党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可以 为什么可以 爱奇艺才是我可以选择不看的 淘宝是我可以选择不买的 这个 入资的肉品 进台湾才可怕 我什么时候吃到 怎么吃到 吃多少 我都无法计算 这不是国安问题 那是什么 你可以解释 帮我解释一下吗 为什么 入资的这些 我们真的可以选择 跟屏蔽的东西 我反而要全部赶出去 但这么大的 入资 美国肉品厂的瘦肉金珠 进台湾 我们的政府却如此的欢迎 到底为什么 我这么说 所谓国安的问题 毕竟爱奇艺做的是内容产品 可能直接的 在台湾就有相关的 资讯等等的议题在里面 甚至我们可能之前谈过的 是一些个人的 隐私的资料的部分在里面 至于另外那家 美国卖猪肉的厂商 我相信他虽然是入资 但是还是要接受 美国的管理 所以我看这两个入资 是真的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样好了 我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要 要不去爱奇艺注册 防止个资被窃取 比较容易 还是不要吃到入资 肉品厂的瘦肉精柱 比较容易 你觉得哪个比较容易 当然是我不要去登记 我就没事比较容易 那个国安危机 我自己都可以避免 但这个可能国安危机 我没办法避免 我什么时候吃到 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告诉我说 这个新冠肺炎是 中国大陆来的 生化武器好可怕 现在这个时候 金珠难道不是生化武器吗 按照民党朋友的逻辑 他也是生化武器 你怎么这么欢迎 这个 算了 来 政府也告诉我们说 放心 我们一层一层谈 这个 吃了对身体有没有害 我前面谈过了 能交换到什么 这个 看起来是没有 我相信蔡总统 看起来是没有 好 那我们干嘛吃 万一吃到了怎么办 那么衰 可能有害 又换不到东西 我还要吃 来 一样是这位发言人 他告诉我们说 美国的猪肉根本不好吃 美猪的内脏口感很差 在台湾没有市场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来 刚刚开头 我给大家看过一段这个影片 我再给大家看一次 所以按照 行政院发言人的说法 美国猪的内脏 跟台湾猪的内脏 一吃就知道 一看就明了 你不会吃错 真的吗 你确定你分的出来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就有美国的大腸 可是吃起来其实 分不出来 对啊 因为我们大腸很好吃啊 对啊 可能我们大腸卖的很好吃 那有客人知道就是 哪一个 你有问的话 所以特别说 美国的大腸 真的假的 你要说口感或是味道的话 我觉得两个我是没有感受到什么差别 味道比较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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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比较好吃 甚至包含衛服部告诉我们的 就是美国的口感差 没吃 所以台湾人不会吃 但刚刚街头实测 民众告诉我们 这美国的比较脆 比较好吃 然后另外一个是 这是吃不太出来 这台湾 台湾 台湾 台湾猪的大腸头 跟美国猪的大腸 他吃不出来 所以还是我们发现人特别厉害 嘴特挑 再一咬 一闻 这美国大腸头 不能吃 这台湾大腸头 好 可以吃 如果你试的话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分 讲插话 就说谎话 那好 我们不算美国猪 台湾猪 我们不要这样讲 我再更极端一点 我把美国猪跟台湾猪 打成肉泥 包到包子里面去 你分给我看 你告诉我 这一颗纯台湾猪 这一颗有美国猪不能吃 你分给我看 你分给我看 这不是谎话 不然是什么话 也不能说谎话 一半实话一半谎话 他告诉你一半 有些可能真的看得出来 分得出来 但大部分是分不出来的 你不是在说谎吗 从 吃了会不会有问题 你告诉我一半 从能交换到什么 你全部都在说谎 从到底是不是容易 分辨出来美国猪 台湾猪 你也只告诉我一半 你另外一半 也在说谎 是我恩哥刚说 你为了美国猪 整个政府 除了蔡总统 杀了一个瞒天大谎 要骗我们 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 台湾人跟 吃这个猪肉的饮食习惯 这些大家已经都讨论很多 跟美国人其实非常的不一样 譬如说四神汤 大肠包小肠 香肠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很爱吃的 美国人基本上 是不吃内脏的东西 所以未来 那些东西进口的成本之低 我们就可以想到就是说 特别是这些东西 其实未来都有可能 变成是加工品 台湾又喜欢吃什么猪肉干 还有很多加工过的食物 跟内脏有关的加工食物 所以这个都是接下来的危机 所以也都很多人有担心说 这个进口之后 未来的 我刚刚已经讲过 那个溯源机制怎么管理 其实离莱克多湾的进口 就是要猪肉进口 牛肉进口的时间 是明年1月1号 还有120天 所以现在 如果照大家刚才所讲 当然立法院马上也要开议 希望对于这个 包括在卫福部的 食品安全的管理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拿出良心 来好好的把这个法案把关 但是看来似乎非常难 民进党仍会用他的优势 人数的优势 让这些法案都通过 所以现在其实只能靠大家 靠自己 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告诉民进党政府说 我们仍旧反对 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 进口到台湾 这个实际上是要靠大家自己 一起共同来努力的 可以做的 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后面 不断的规范管理 但是人力政府的人力 事实上进来的人力有问题 我告诉你嘛 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这个 吃不出来 这是美国大肠 还是台湾大肠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 去乱讲 这个也不需要 人家讲正式感受 况且我也说了 现在的台湾的美国猪 是没有莱克多巴胺的 所以吃了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在讨论 是不是真如我们行政院 發言人讲的 这个很好分 分得出来 台湾不会吃 很显然大肠头这个部分 是分不太出来的 台湾哥 我不去讲一下 因为我比较关系这个东西庶民 因为你特别爱吃大肠面线 因为我就是庶民 我特别爱吃香肠 贡丸 辣丸这些东西 包子 对 这个我们今天实测是这样 他去买了这个 某米草之后 这个店我觉得还满值得 就是嘉许的 1月1号钱多去吃的 他知道还有写 对不对 还有写 美国 他写成立美国 好 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真的是 自己去吃这些夜市摊商 你就知道 这是表示我买了以后 我拿到的单子 我要等东西 上面有写 但是问题是 如果我站在门口看 现在哪一家卖灌完汤 卖一碗的人 直接告诉你他的肉事 不要讲是不是美国 只用台湾猪 台湾是哪里的猪 你也不知道 有标吗 没有标 是云林的猪 还是哪里的猪 本来就没有标 不要受骗 我去路边阿伯子说 威翰 你好 你好 阿伯子的香肠碳上面 会写他的产地在哪里 你真的信 那以后会不会有 我不知道 所以就说这个事情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实测的年轻人 他是大肠面线 大家知道有香菜 有人不敢吃 我喜欢 我也喜欢 大蒜 辣椒 他味道是重的 所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先前一直告诉你 像 刚刚那个发言人真的是 不好吃 什么夫妻适合 算了 不要讲他 OK 好 然後 可是你现在也是在讲他 怎么会取这个例子 怎么办 怎么做月子的人 你要担心的 不是吃到瘦肉精 而是担心夫妻适合 在以为 下面你知道网友 已经骂了几千篇留言了吗 人家在担心什么 你行政院发言人在讲什么插话 怎么会这样 他上次是不是有个事情 你讲这种插话 我忘记了 有 也有一次 就是没有必要这样 我们也没有说 对行政发言人有成见 但是一个行政院政府的发言人 真的还是稳重一点 我相信就值得多同意 以我这么长五六年的时间 在欧洲的经验 这个跟我们的养猪户 我想这个又民兄 为什么会那么的焦虑 我跟我们的养猪户报告一下 就是说欧洲猪 美国猪 确实是比较有腥味 但是你吃白斩肉的时候 一定可以分辨得出来 先前不断的告诉你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美国的猪肉 并不会很好吃 一来安慰我们台湾猪肉 有没有竞争力 他完全忽略了 就像刚刚讲那个 瘦肉精应该注意的事情 他不告诉你一样 他完全忽略了 美国他卖含莱克多巴胆的猪肉 到全世界各国 二十几个 他没有一个国家的猪肉 比当地的更贵 都是比较便宜的 他就是靠这个跟你拼 靠价格低跟你拼 他运输这么久的东西 怎么都可口 但是价格只有三分之二 或更低或是一半 有一些他不强调口感的 他是要这个怎么讲 就是多销的 就是说卖多的 那可能就会影响了 我们还期待说 他有一个炒香味 我们可以用鼻子来辨识 辨识不出来 像这种大肠面线 或者是你红烧的 或是加很重的酱油跟辣椒酱的 你根本就分不出来了 万一有标示 我想餐厅跟大卖场一定会标示 不标示直接都进来 就鸡茶可能就开罚了 可是存在你我之间的 礼拜六下午 礼拜六晚上 跑去哪一个熊店 高雄叫熊店 台北叫雅琪亚 不一样 他整个停车场车出去以后 变成这个夜市的时候 里面50%以上的肉品 都是猪肉 你吃到那个快 什么所谓的铁板牛排那种 120的 你怎么知道他肉在哪里来的 说不定老板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如果肉品进到台湾以后 经过加工 以目前来讲 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改 超过他的附加价值35%以上 他就可以产地变成台湾 他如果他已经弄成了一个组合肉 然后真空包装就是猪肉排 就是汉排堡 然后去那边煮 还有我们早餐店都会有那个 火腿蛋三明治之外就是汉堡蛋 汉堡蛋那个就是猪肉 而且他不是纯猪肉 他还加了一些蔬菜 跟一些组合肉 跟一些太白粉 他里面的肉 如果肉品是来自美国 但是他在台湾已经加工过 變成是汉堡排 到全台湾各个早餐店去 你怎么知道 因为产地 产地不要给你看 就是台湾 因为他超过35% 标示跟后续的管制才是问题 不要再去帮这些肉做背书 不要再去讲这些插话 大家担心的是 家里面有这些要坐月子的 他需要吃到内脏的 要坐月子的 要吃到猪肝的 然后因为美国人不吃内脏 他多想收来台湾 说不定他还想说试看看 说不定会打开亚洲市场 因为美国人完全不碰内脏 对 马英九吃个猪脚也被人家笑 问题是 这个我昨天也写了一篇文章 也不太情绪 因为没有必要帮马英九讲什么话 但是你要有脑 马英九1981年就回台湾了 瘦肉筋是1999卷人开始用 你还没讲说对不对 我真的如果我不是屏东的农民 但是如果我是当年 在屏东卖万蓝猪脚 卖洋葱 卖红豆 跟卖黑金刚莲霧的农民的话 我现在一定出来讲说 这样对马前农我不公平 因为当年他有帮过我们屏东 现在拿这个污蔑他我不接受 我不管那个政治颜色为什么 如果我是屏东农民 这时候我会站出来 包含曹启宏 应该是这样才对的 帝国道菜都黑白道 变成马英九是美猪的代言人 程师傅要当美猪的代言人 他自己去当 马英九没有要当 马英九 对不对 他当时吃 而且还有一句 我就補错一句好了 这一次的这个论述 我不觉得大家不觉得很荒谬吗 所有人跑出来 还有一个粉砖在讲说 因为用了瘦肉筋以后的美国猪肉 他就没有瘦肉了 因为没有瘦肉 所以就不可能做成滷肉烹的料 因为肉肉筋那个料都是肥肉 没有瘦肉 网络上还要这样写 还有很多人在那边转船 你都相信 马英九就算在美国吃了 含萊克多巴胺就算 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不可能 你刚才告诉我说 马英九现在会做总统做成这样 就是因为吃了太多 美国的猪脚好不好 那我相信那更不应该 那就危险 就算马英九他真的吃了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好了 那是他的事情 为什么马英九吃我们就要吃 他在美国吃 又不在台湾吃 然后也有立委讲说 中国大陆买那么多 因为这两年有非洲 有那个猪瘟的关系 所以肉品量不够 所以这两年中国大陆 确实跟美国多买了很多猪肉 美国也有猪肉 可是没有含萊克多巴胺 然后你一直讲说 中国大陆都吃了 为什么我们不要吃 我还是那句话 就算中国大陆吃的是萊克多巴胺 为什么我就要吃 为什么我就要吃 你不是自认比他们高级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现在政府 要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这个 跟选举都无关 还要两年多才选举 这是你我有可能吃到的 我们现在也不是要摧毁这个政府 或是把那个部长敢下台 可是你做作为你该做的事吧 衛福部长就去做衛福部长的事情 弄灰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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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吃一辈子又不会怎样 前面告诉你说 一天要吃这么多才会出事 我吃三年都没事 陈思忠说 这是正确的观念 健康观点 营养观点 我们分享给大家 吃多都没事 那你干嘛管制呢 就不要管制 随便爱他怎么卖怎么卖 丢到市场上随便卖 丢到地上随便买 不用管制 不是吗 如果按照官员们告诉我们的 俊哲你不觉得吗 你吃了不会有问题 然后吃十年也没关系 一天要吃多少多少 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又很容易分辨出 美猪跟台湾猪的差别 那为什么要管制呢 我只是提出我的疑问 不是金蛋糕 你不要给我乱解 那边偶培 王佑正说不用管制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 不顾台湾人民的健康 这个如果有人这样讲 帮我把这段解出来 网路上传一下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好奇 这么健康无害 官员们死命推销的猪肉 为什么要把它当成一个有毒的物品 好像一把枪 还是二级三级毒品一样 还要管制它 还要追踪它 还要限制它 还要标示它 为什么呢 它很安全不是吗 这是我的疑问 这是我的疑问 好 刚刚这个 最后这个马总统 我真的觉得 这个有必要 有必要讨论一下 这个王丁宇委员说 马英九字幕在美国念书时 每周都吃猪脚 当年那个年代 科技没那么先进 所以马总统说 美国FDS在1999年 才核准瘦肉精 他在留学的时候 是1970年代 也没有 中间也没隔很久 差不多隔二十几年而已 也没有隔很久 所以这个马英九说 我当时吃了这个 猪脚没有瘦肉精 我跟你讲 马英九因为猪脚的事情 被黑 不是第一次 我安哥不知道记不记得 我记得好清楚 以前 好像是去屏東 你应该在 马英九说什么 他说 他去屏東就是品尝猪脚 然后他为了告诉大家 说屏東的猪脚好好吃 他说这个 美国人 他以前在美国念书 就是跟这个有关 他说美国人很呆 他说美国人都不知道猪脚多好吃 所以都把猪脚拿去喂小狗 很可惜 结果某报的标题说 马英九冒号 猪脚拿去喂狗 真的 就是这样断章取义 对 就是这样 因为我在现场 所以我想说 然后我回去看那个标题 是因为那个标题出来以后 然后这个长官就问我说 马英九讲这么话 你怎么没有回报 我说他没有讲这个话 他不是这样讲的 但当时某报就说 这个马英九什么什么 屏东万轮还是什么 修理给狗吃 对 修理猪脚还是什么 然后就马英九冒号 什么 猪脚给狗吃 就这样修理他 一样猪脚 现在你又拿猪脚弄他 有够衰 吃猪脚有错吗 爱吃猪脚有错吗 艾老师 这个在国外生活比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了解这个 美国跟欧洲 他们的生活 跟我们台湾的 真的是有差异 因为欧美人 他们的那个猪脚的那部分 确实不吃 他们是那个 剁掉以后就丢掉了 很多时候 所以当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 我们要吃那个猪脚 一定要到China time 到中国城才买得到 你一般在法国的超市 买不到那一段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如果以我这么长 五六年的时间 在欧洲的经验 这个跟我们的养猪户 我想这个又民凶 为什么会那么的焦虑 我跟我们的养猪户 报告一下 就是说欧洲猪 美国猪 确实是比较有腥味 但是你吃白斩肉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分辨得出来 可是你一旦开始加料 比如说你吃鲁大 对 你用卤的东锅肉 你就分不太出来 还有就是奶头那个部分 把它去掉以后 那个腥味也就绝对分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它为什么会对于我们的养猪户 冲击会很大 是因为它只要是经过加工的 不是白斩肉 不是白斩肉 经过加工添下去以后 那你很难 而且它只要把某一些部位 剃掉以后 绝对分不出来 因此它的价格 如果那么低的话 绝对充足 好